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Dinu 我是Chimmy 我們這次來到這個劍佛仔園 也是九門區的 就是珠海九門區湖心路這條路 我們上一次介紹到都會大景 都會大景的那個位置 非常近的 距離我們虹夢這裏就是六分米的一個距離 可以看到前面那裏 就直接有一個公勾鎮 在那個位置有一個公勾鎮 到時候的話 可以坐這個公勾鎮去到珠海人公島 兇州市區都可以的 這邊我們直行的話 就可以去到湖心路和佛焦路的一個交會處 到時候那裏有一個公園 還有一個義約塔 是作為一個斗門的地標 而且這個集團是建法集團來的 亦都是中國鳳對省五十強的一個比例 而且在香港已經上市了 而且我們這條湖心路直接下去的話 湘海大橋和珠海大道都在下面這裏 到時可以經過那邊 經過湘海大橋二屆明年的話通車 到時經過那裏回去 回去珠海市區的話 都15到20分鐘的一個時間 可以看到這裏就是我們 留本的一個大本來的 採用一個中式的設計 非常之浩華 中式古典風的這樣 中國風的一個味道有過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入邊看看 我們進來就可以看到 整一個圓林 這個設計非常之中式的 好似那些古裝器 即是那些TVB拍的那些古裝器 穿越器 那這裏面的話 會有中心 會有中心 非常靚 這裏都有開發商的介紹 開發商的介紹 是 是 是 200個 200個 2010個 更加了她的物業管理 和一些企業的用途 都在這裡 是 這裡連續發令 經過500個 50個 什麼 全部都有介紹到的 以後 這個地方 就是作為一個綜合中易體的了 就是現在的一個瘦磨部 就建在這裡 我們現在呢 去看看 各區的地圖和沙盆書 是 好像它這個風格的一個 這個樓盆 它的一個特點 就是 這個樓盆 我個人覺得 比較適合 用來退休 用來自己住 會比較舒服 那現在呢 就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樓盆的一個分別部分 可以看到 我們敬發大型 就位於 湖心路 這個位置 就位於 湖心路這個位置 珠海斗門的一個 那個 主貢道 那 庫木 現在來講 它的一個交通方面呢 我們 在庫木這裏 要過去珠海市區這邊 或者回去 回到香港 就 只能夠在庫木這邊出發 經過湖心路 到今晚 到這邊 然後走這條 珠海大道 回到 兇手市區那邊 而且經過 本知道大橋回到香港 不過現在就 過來到西區這邊 或者回去市區那邊 或者回去市區那邊 唯一一條道路 就是這條 珠海大道 現在回去的話 車流用比較多些 所以要四五十分鐘的一個時間 但是不要緊 現在 珠海斗門這邊 珠海市政府 正在建設中 深橋大橋 那麼第一條 第二條就是這條 湖心路大橋 現在明明通車的了 那麼到時的話 這條大橋的話 它全程是九公里的 那麼到時 建設好了之後 在庫木這邊出發 三分鐘的時間 去到這條 湖心路大橋 然後上大橋 大概十五分鐘的 十五到二十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回到 珠海市區這邊的了 所以就時間速度 短了很多的 現在明明通車 那麼第二條大橋就是 這裡 紅河大橋 現在今年明天就可以通車了 那麼這條紅河大橋 是 是黃河大橋的一個 使用線來的 那麼到時我們 在庫木這邊出發 落到金庵 落到這邊 然後上這條紅河大橋 大概二十五分鐘的時間 去到珠海市區 可以接駁這條 黃河大橋 直接過去到 湖口那邊 那這個 還有一條 就是這條 金河大橋 金河大橋的話 是在黃巾那邊 連接到 珠海金庵這邊過來 然後去到 下面 珠海基礎這邊去的 這條橋 意見都是 二零二一零左右通車 而且這條橋 它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這條 輕軌線路 輕軌線路 二旗 一旗的話 就在 一旗就已經通了 車 在珠海這邊 連接到 下面 黃巾長龍 這邊 二旗的話 就在 長龍這邊 經過金河大橋 過來到珠海基礎這邊 那這個 那這個就是 它 現有的 一個交通 今次我們 看到我們 樓本門口 這裏 都有一個 公口站在這裏 看看它 配套方面 在樓本對面這裏 押爾島在這裏 一個 導遊景點 下來 白騰無幼稚園 小學 中學 情果都集中在這裏 還有這邊 這些 雙都 百貨 家和城商業中心 白騰頭水產 批發市場 而且這裏有個白騰頭 它當然是這裏 它是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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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 有個限複補的一個 濕地公園 是五百 五百毫的一個 濕地公園來的 就是這條 向去 大橋 向去路的一個 六橋點位置 那 前邊小小 就是清風大橋 這裏 有一個 抖悟的一個 景觀塔 就叫 二玉塔 到時 這裏 是一個抖悟的 一個地標來的 那 向前邊行小小 我們 下去到這裏 有個 遵宴 這個醫院 是一個 心格醫院來的 那 這個就是 基本上就是 周邊的一個 溝通和 背道 那我們現在去看看 項目的一個情況 這個就是我們整個 沙本的一個 規模來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 這個位置 引擎行業來的 大半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我們的大門 這個位置 那我們現在看看這個 到時 構造樓之後 這裏都會整成一個商業體 或者會鎖的 那我們整個小區 密度不高的 你們有看到 那 就 只有這幾棟樓的 不會說 其他樓盤 慢慢閉閉 不會的 超低密度的 那我們一共呢 有七棟 為甚麼 有些朋友會問到 為甚麼七棟呢 那這裏還有個八棟 其實呢 是這樣的 他一棟呢 是這個位置 一、二、三 五棟 六、七、八 中共七棟的 那就沒有四棟的 因為四字不好聽 那這個就是整個規模 那可以看到裏面呢 這裏呢 有個書舟式的 楊藍式街 非常固點 非常中式的 那可以 就出便 就出便 這些 非常舒服 那其他呢 你看 這裏呢 還有一些本身的一個設施 這裏有兒童兒遊用設施 那裏呢 那裏呢 就是那些廠房來的 即是 那些電房 這些 配電房來的 那我們小區呢 這邊呢 在裏呢 在裏 到時的話 都會整整一個商業街 即是方便業主 一些生活所需 那裏 那樓上的話 就是空中花園 在裏 在裏 每一棟樓上都有的 你看過去 都有的 都有空中花園的 那我們 現在買的 就是拔棟 拔棟 拔棟 其實拔棟位置 非常好的 放出去呢 就沒有遮擋 那 拔棟的位置 而且剛加推 貨量都非常充足 有三個戶型 有89的 有1809的 還有120的 三房到四房都有 這個位置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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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向臨的話 都是蒙的圓景 而且你可以在這個角度看 這個角度看 它蒙出去呢 就沒有遮擋的 沒有遮擋的 沒有遮擋的 對呀 那麼我們小區後面呢 都有一些商品 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 南街商店呢 都是圍繞整個小區的 那你平時 你放在這裏呢 平時下去的話 陸街就有東西吃的了 有東西買有東西吃 那這個呢 就是整個規模 那我們現在呢 去看看圓品間先 那這邊呢 這邊呢 就是我們道士高樓的一個 其中一棟的大棟來的 那後面 後面 有些測試 道士高樓都是這樣 每一層的 隔層呢 就是每一層的樓下 一層呢 就會整成一個 會鎖 或者是 一些 娛樂空間 這些呢 就是做成一個 好像古蹤器那樣的 一個 很舒服的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做了一個 粉底高樓呢 都是這樣的 交給你 那它每一鎖 每一棟樓下 都會整成一個 會做這樣的一個 形式 那有瑜伽室 有 健身房 還有一些 書包都有的 可以用一下 就在這個位置上去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120公斤的燈位 那這個就是平面圖 那做到了 你客廳一下這個位置 房間你有 四個的 兩個 三個房間 跟著一個 書房 和一個廚房 那我們進去看看先 這裏就是餐廳的位置 那餐廳 那餐廳這裏就是剛剛好 那不必的 剛剛好一個 這裏就是一個 這裏做了一個鏡 那其實鏡的 我之前學室內設計的時候呢 那有些鏡的話 會讓空間最大一點 就是看起來 這個空間非常低的 那這裏就是一個 那這裏就是一個 客廳的位置 這裏就是一個 客廳的位置 這裏就是一個 四公斤的距離 其實你住在這裏 坐在這裏 看過去 看過去的電視 就不會說 很近 其實距離是剛剛好的 這邊的位置就是用它 用它 就是贈送一半的面積 就取一半的面積 然後這裏呢 就做了一個 小機在這裏 其實你到時可以放一個小機 這裏就在這裏 這個 到時你可以這樣設計 那我看看這邊 這個錘錘就是這樣的 整成一個U字形的錘錘 非常中式的 你進來一個 感覺就是很中式 那到時交流的話 這些都是有的 這些滄油煙機 做台 還有洗手台 都會有的 而且這裏呢 就預留一個 冰箱 冰箱預留位置 在這裏 那到時的位置 這裏都有一個推拉門 那現在就沒有弄 因為封面 黑人就參觀了 就沒有弄推拉門 那這裏呢 有一個縫巾的 魚童縫 那 它本身呢 有一個飄窗在這裏 那為了 空間比較大 它就打到一個飄窗 打到一個飄窗 那 就空間比較低 其實呢 空間太夠低 其實呢 你這裏呢 可以做一個衣櫃的 那如果有朋友 需要衣櫃的話 在這裡做一個衣櫃 空間足夠低 都是裸窗的 那我們現在去看看這個破格 走到這裏呢 都有一張 櫃在這裏 其實平常在那些東西 或者擺飾,或者是貴多次的位置 這裏是正式的書房 書房非常之客義 你看這裏五指棋 平時燒清的時間都可以在這裏 飆窗都是有暗的 感覺很古短、很中式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合房 合房的飆窗就好打 保留了合房的飆窗 因為空間夠大 標章到時都可以整成這樣 放些碟在這裏 可以在這裏坐 那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整成了一個衣櫃 有足夠的空間 而且這裏還有一個電視櫃 我到時可以在這裏擺個電視 商用床就剛剛好 商用床的闊度是剛剛好的 那這裏就是一個廁所 公用的廁所 到時這些都是九樓的 有的了 水櫃堂的馬房 洗澡房都是有的 到時都是這樣交給你 那最後呢就是我們的主養床位置 主養床就是一個衣帽 衣帽巾的 不能忍耐廳 衣帽巾 剛剛好 一年四季的心都可以買在這裏 夠小的了 還有一個梳妝桌 那這裏就是一個主養床的位置 主養床的飄裝都是保留 全面贈送的 而且取光啊空風都是夠 空間夠大 而且它放了兩個床頭櫃的同時 這裏還有一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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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非常消息 那最後呢 我們拖房的廁所 拖房的廁所都是一模一樣的 到時膠樓都是這樣交給你 這裏就是洗澡房的位置 馬桶啊洗手台 鏡都有的 一模一模一樣交給你 這裏就是120磅的 溶敏釘 那我們現在下去 看一下那個圓銀 是這樣的 怎麼樣的一個 疏周的形式 我們現在就去看圓銀 那這個就是 第五項 到時第五項 就是這樣 所以它就是圓銀 那這個照明 那這裏就 比較小 就是這個 什麼 這裏還有一些水池啊 那些山啊 這些都非常之高的 你看它看到 vain 其實你如果 其實你如果走在這裏呢 就好像你已經穿越過去古代,然後送皇帝走 不過這是海洋照啦,就是你自己的感覺 花園景觀好美的,你看,好像這些 這些秘椅的,這些廷啊,什麼 因為那邊是施錦歌曲,那邊都有告示的 它外架插除莊,我們就不可以走進去了 就去這裡去欣賞 好似平時的話,在上班,上完工之後,整個人比較累 但是呢,看到有這樣的一個環境,這樣的一個陸法 深情,局方面都會比較舒適些,舒服些 是呀 現在我們就只能看到這一小部分的一個陸法 那邊呢,其實那邊呢,都有的圓林 那麼,浸水就看不到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呢,有個水池 因為現在呢,正式溝樓,所以呢,就沒有漲住了 那麼,到時候溝樓,你都會湧些魚在這裡 是呀,就好像有一個叫什麼呢,新清水秀 是呀 有感動著的一個感覺 和同月色 是呀 所以這些環境,如果你自己住的話,真的非常舒服 或者脆藥啊,冷冷過風面 這個呢,就是整個小區的整個流貨的一個介紹 那我們等一下,你去看看周堅的配套是怎樣的 好了,那我們現在呢,來到這個 建伐沙原附近的一個商業體 沒錯,又是交貨城 那麼,這一條路呢,其實最旺的商圈呢 就是這個交貨城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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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業體來的 啊,這裡有一個KFC啦 那邊的話,一個 太風電器 是,是,手機性來的 那麼,上面的話,就有健身,健身室 是啊,五健身 就是那個啦 而且,裡面的話,還有那些遊影池啊等等配套的 還有這個,中業體的話,有四層啦 那麼,四樓呢,就是那些健身室和遊影池 那麼,三樓的話,就是那些電影影 而且,裡面都有那些,超市啊,買衣服的等等 但是,水海門足夠易止 日常的一個生活所需的 因為我們樓盤的話,就在沉冰這裡 嘛,湖沉路沉冰去 啊,那,和上一期的那些都會帶景 都是為這條湖沉路好近的 幾個百萬的一個距離 那現在呢,啊,進去看看先咯 那現在疫情期間呢,就要數點馬才可以進去的 島門變空馬,這個位置 數了島門變空馬才可以進去的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十年,一年 一年,一年 但在過去幾個月後 我沒有太確定 你問我多少年我們認識一下 好了,今早我們就看完這個交和城 這個裝飾體,裡面的配套 不管是戲院,或者是健身身 都是有的,都是非常齊全 對,交和城 就是在湖新路 這裡是比較成熟 人流比較多的一個中兄里的 今天我們所侵觀的 這個境法洗營,比較適合 退敲和住住 首先,它的營臨是非常靈的 我也非常喜歡,因為它 中式的設計 非常舒適,好像 古典風格 中式風格 走進去,它的營臨,景觀 這麼靈的情況下,自己的心情 都會比較不一樣 比較舒服 它的營臨也有深 五百十九封 以及一百零九,一百二十封 三到四封都有的 都是適合自己退休自主 很多人用來退休的話 會比較少,就是那邊多些 而且它是一個低密度的樓盤 對 今天這個節目 我們就介紹到這裏 如果有熱門的朋友 可以留言,或是喜歡我們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中文字幕 佩戀 從我眼睛看你 看微笑的深情 看我發的神經 不知道情緒怎麼寒散 一轉眼就從陽台多到書房 有时你真的不长礼貌 宁愿自己从黄昏弯都破晓 每天起床都能看到你 盯着我的戏饭吃着我的茶烧 不管阴天还是雨天 你睡在我的肩膀 钻在我的面袄算了吧 笑得你不管心 总在浪费感情